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环球观察室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跟海运有关 相信最近一段时间 从事物流运输的朋友们应该都深切地感受到了 卧运成本的再次上涨 虽然这次涨幅不像新冠疫情期间那么夸张 但是这次上涨会持续多长时间 影响到多大的范围还暂时是个未知数 本轮货运成本的增加 与去年10月爆发的 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武装冲突不无关系 自巴以冲突重燃战火以来 中东地区以及域外势力 一直或者是试图调停 或者是向冲突双方 特别是向以色列一方施加压力 其中就包括来自黎巴嫩的真主党 和最近让红海成为全球关注焦点的 胡赛武装力量 要了解胡赛武装近期在红海发动攻击的动音 我们首先要来看一下胡赛武装的背景 胡赛武装实际上并不是这个组织的正式名称 该组织正式的名称是真主前信者 是一个由也门伊斯兰教实业派发起的反政府武装组织 由于其创立者胡赛英胡赛在2004年 与也门政府军的一场战斗当中阵亡了 其追随者就将该组织的名字改为了胡赛 以纪念其创建者 从那以后胡赛武装也就成了对这个组织 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称谓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 经常会看到胡赛武装的前面会有一个形容词 将它定义为伊朗支持的 众所周知在中东地区伊朗是最大的 由实业派领导的国家 本地区稍微有影响力的一些实业派组织 几乎都与伊朗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曾提到过 伊朗曾经名造一时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前任司令 苏兰曼尼 他当时在中东建立了一个覆盖伊拉克和叙利亚部分地区的 叫做实业派新越的这么一个势力范围 从而巩固了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但是这一个势力范围最初并不包括也门的胡塞武装 伊朗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与胡塞武装是盟友 胡塞武装也没有表示过会为伊朗在本地区的利益而战 之所以普遍认为胡塞武装是伊朗扶植的代理人 主要是源于在也门内战当中 伊朗与胡塞武装有着共同的利益 那就是反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逊尼派联军 在也门内战期间胡塞武装需要伊朗提供军事和舆论层面的支持 而伊朗呢也需要胡塞武装来牵制住沙特 双方的这种合作呢就被外界普遍视为是结盟的一种表现 由于也门内战长期持续 直到去年12月胡塞武装才与也门政府承诺实现停火 而双方的停火呢明文面上看是在沙特和阿曼的斡旋之下达成的 但实际上也是受到了也门内战背后的两大支持者 伊朗与沙特在去年恢复了外交关系达成和解的影响 所以呢 伊朗对于胡塞武装的影响力 很可能已经通过长达十年的也门内战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因为在也门内战期间啊 胡塞武装只专注于自身的利益 几乎没有参与过域外的任何冲突 包括在2016年到2018年期间 该组织发动的对红海部分商船的袭击 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反对沙特领导的联军对该组织的打击 不过这次袭击红海商船的目的却有所不同 是为了支持哈马斯 然而哈马斯呢 实际上是一个伊斯兰教逊尼派的组织 从宗教派别上与伊朗和胡塞武装的什叶派是对立的 那什叶派的力量为什么要去支持哈马斯呢 这其中的原因就不得不考虑到伊朗在中东的利益了 伊朗作为中东地区的大国 尽管强调其什叶派的背景 但是其外交政策和意识形态早已超越了宗教的派别 而是以地缘政治目标为优先的 尤其是在反对美国及其中东盟友以色列方面 以色列与哈马斯爆发战争一时 伊朗就为哈马斯在政治和舆论层面提供了支持 同为什叶派的胡塞武装和利巴曼真主党 则直接采取军事行动 支持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打击 由于野门与以色列在地理上并不相邻 胡塞武装一开始是采取像距离他最近的 以色列红海沿岸发射导弹服务人机 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几乎都被拦截下来了 之后胡塞武装便转变了策略 攻击经过自己家门口的以色列船只 以及为以色列运送物资的商船 这一策略所造成的影响 要远大于跨越上千公里攻击以色列本土 统计显示 每年有超过2万艘船只通过红海苏伊士运河航线 经过这条航线运送的货物量 约占全球海运贸易总量的15% 根据海事风险管理集团 安布雷公布的数据 从去年11月19日到12月18日一个月的时间内 在红海海域共发生了37起射击运输船只的袭击事件 其中大部分是集中在曼德海峡 也就是位于野门和吉布提之间 连通红海和亚丁湾的这个海峡 胡塞武装频繁在红海海域发动袭击 相当于挟持着经过这条航道的所有航船 以迫使利益相关方向以色列方面施压 但是由于美国的介入 这种施压的方式似乎并不能终结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进攻 在过去的一周时间内 美国英国及其盟国向野门各地发动了100多次空袭 直指胡塞武装的基础设施 胡塞武装表示 14日当天有观察到美国飞机在野门领空和沿海地区附近的飞行 该组织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布多勒·萨勒姆称 敌方飞机的活动显然是对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 胡塞武装将做出强有力和有效的反击 随着红海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拜登誓言要保护航运免受胡塞武装的袭击 并称已经私下与伊朗方面进行了沟通 伊朗虽然没有对此做出公开回应 但是在此前的表态中 已经明确的谴责了美国和英国对胡塞武装发动军事打击的行为 并认为这种做法进一步破坏了地区局势的稳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日前援引伊朗陆军地面部队指挥官的说法称 伊朗将在边境地区部署新的导弹分队和无人机部队 以应对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 黎巴嫩郑主党领导人塞伊德·哈桑纳斯鲁拉指出 如果美国认为野门胡塞武装会停止在红海与以色列的对抗 那就错了 他将美国和英国对野门的袭击描述为愚蠢的行为 并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瞄准属于以色列并前往其港口的船只 纳斯鲁拉还指责美国在红海的行动将损害所有海上航行的安全 并将海洋变成了充满导弹无人机和战舰的战场 自10月7日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爆发战争以来 西非地区频繁的交火加剧了人们对加沙这场战争 可能引发更广泛中东战争的担忧 到1月14日 这场战争已经持续100天了 将近24000名巴勒斯坦人因这场战争死亡 加沙大片地区遭到了破坏 230万当地居民中约85%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 有四分之一的巴勒斯坦人面对着缺食少粮的困境 而被哈马斯劫持的250多名人质当中仍有一百名人质被关押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要继续努力直至哈马斯被摧毁 并要释放所有被关押的人员 14日这天 欧洲和中东有数百万人走上街头 纪念战争爆发100天 反对派示威活动要么要求释放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质 要么要求加沙停火 在以色列人质及其家人的支持者在特拉维夫进行了24小时的抗议活动 呼吁政府尽快释放人质 加沙空前严重的死亡和破坏 导致南非向国际法院提出针对以色列的种族灭绝指控 以色列否认这些指控 并誓言即使海牙法院发布立出命令 要求其停止进攻加沙 他们仍然会继续推进军事行动 但美国方面似乎并不支持以色列对加沙的持续进攻 上周访问中东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再次呼吁以色列采取更多的措施 减少平民伤亡 并增加进入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 14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 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表讲话时表示 美国一直在与以色列救加沙 向低强度行动过渡进行对话 他表示拜登政府相信 现在是以色列缩减在加沙地带军事攻势的正确时机 同一天到访埃及的中国外长王毅 与埃及外长舒克里还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 强调加沙停火的重要性 呼吁停止对红海民用船只的袭击 并表示两国会密切关注红海事态的发展 对该地区冲突的扩大表示担忧 即使我们有在打击梦中的经济潮有限 我们有同样的攻击 我们也有在访问 在宣伤中的夹数字入禁 和ии 包括在这边的军事中 也有同样的入列 按钮 和在兴点 有关系的量 从头发言 down 要确定的 银行 在以外的 有关系的 近期鸿海局势急急升温 中方对此深表关切 鸿海水域是重要的国际后 和能源贸易通道 中方呼吁停止 洗扰民船的行为 维护好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的畅通 和国际的贸易秩序 当前许多航运公司 不得不将货船运送到 距离更远的好望角航线 但是这大大增加了运输成本 据航运公司的分析人士评估 绕行好望角将导致 每航次额外的燃油成本 增加100万美元 而这些额外成本将在消费者的购物小票上体现出来 并且有可能在大西洋两岸竭力压制通货膨胀的当下 再次导致通胀上行 进而加剧全球的经济困境 日前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 全球经济增长将连续第三年放缓 从2023年的2.6%降至2024年的2.4% 比2010年代的平均水平低近四分之三个百分点 报告还指出 这将使2020到2024年成为全球经济30年来增速最慢的五年 相信没有人会希望持续生活在低迷的经济环境当中 而各方势力实际上也是有能力降低地缘政治风险 给世界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好的本期节目呢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点赞评论转发 并关注我们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或许更多的精彩内容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